字幕志祿 趴著你知道雲座 一定會去逛這一種 開箱 它叫做Dolphin Street Market 它是con de garçon 就是穿久保齡 它開的複合式 從全世界各地 把好看的衣服都集中 我買了一件女裝 女裝 但是它因為是超級版的 好漂亮 這好像太空葉 好像 對啊 關於冠軍的女人 我知道 今天要帶大家 出國就是要買 有一些很瞎貨 他們都有帶來 我們就不要買了 好 也不是只有我瞎對不對 你看看 搞不好專業的也很瞎 對不對 又曲老師 大家好 我是又曲 是不是 就是有時候你知道出國 那個心情不一樣 對 就是出國有很多時候不是工作 是 你就會失心風陷入那個情況 尤其是去旅遊的時候 對不對 就想把它帶回家 不同環境 就覺得工作 平常出國說的工作 然後就有壓力 因為大家也怕影響進度 然後通常下了班的時間 百貨公司什麼都打壓 對不對 然後也不敢大喝 因為怕明天 又會延遲到人家的時間 對 壓力超大 可是一度假 管他 對 吃 吃喝 吃 買 我先買再說 再誇張的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將來有一些 一定會有一些 有些沒什麼 有意思 就會覺得說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這個店了 我一定要買回來 沒有錯 所以到國外很奇怪 就是你覺得衣服都特別便宜 回來以後才發現 是手看一個鈴嗎 沒錯 韓國也是韓國那個樹 有很多個鈴 對 但是你會不知道 怎麼換算有時候 是 好 我們來看看 專家也帶兩個購物專家 到了最愛買的一個 最好買的城市 TOKYO 歡迎收看 大家好 想知道Piven老師 每到日本必拜沙 還聽說樹林媽咪愛買的東西 跟貴婦形象差很大 連韋茹都腦剝弱被勸敗 趕快來看看他們的戰利品吧 YA 吃飽了 我們的蛇包也都沒了 都是縫隙戰利品啦 我比較好奇 老師 你知道你買什麼嗎 你最經典啦 因為你每天都一大袋耶 不管頭到哪 我沒有每天都一大袋 我每次到銀座 一定會去逛這個 我猜香耶 它叫做Dolphin Street Market 它是Com de Garçon 就是穿酒保齡 它開的 他們集團開的複合式 從全世界各地 把好看的衣服都集中了 它這裡它一樓的LV 常常會有限定版本的 真的 我跟你講 小運就差點在這邊失信工 我買了一件女裝 女裝 但是它因為是超級尺寸 好漂亮喔 這好像太空衣耶 好強喔 對啊 它打開不是開耶 它還有一層耶 好特別喔 貨吧 這很貴嗎 應該不是很便宜啊 因為我們去了表餐島那裡了 謝謝 然後我就去了Adidas Original的旗艦店 一定要買它的限定版本 這個褲子剩最後一件 外套也剩最後一件 看 好好看喔 咖啡色的衣服 褲骨色 我愛喔 就是褲骨 對 它就是褲骨系列 真的喔 好好看喔 這限定版喔 我要來日本的前兩天 才去了台灣的 Original的旗艦店逛過 好想獲得喔 然後這一件也是它最後一件 為什麼你都搶得到啊 Lucky Me Lucky Me 然後再來 因為現在很流行運動褲 然後尤其是這種籃球開扣褲 然後它又是復古的條紋 老師你不是不穿以後賣我 然後因為它這個都是同一個系列 好想要喔 就是這個限定版本 所以它上面就有這個Logo 這種鞋子裡面可以加多少鞋墊 真的 要多高有多高 對 你穿到三樓去都沒有人知道 也太誇張了 它都太厲害了 真的 我們這樣子真的很像路邊攤 對啊 有人喜歡吃五星級 有人喜歡吃路邊攤 就好像像台灣最著名的觀光聖地 就是夜市 來 樹齡 真的 今天這個穿在身上 有沒有 超草的 好好看喔 有沒有 我喜歡這個褲子 好漂亮 它現在都很流行那種 把很多名牌二高 對 但是它也是一個設計師的牌子 然後還有這個 你看是不是很搭一套的 這個包包好看喔 好好笑喔 它把鞋尿跟歪叫打叉叉 對啊 好可愛喔 然後你看 這個超酷 是專門 這是什麼 裝吐司的 打開 然後把吐司放進去 把樹放進去 對 然後是不是就不會變形 對 它也不會壓壞 而且它這邊軟軟的 就是裡面料加再多 它都會這樣吐起來 對 所以吐司就不會變形 也不會被壓壞 對啊 然後重點你看 我跟你講吐司要多高 有多高都塞得進去 真的 要多高 三層樓沒問題 然後飯團也是一樣 我只能因為妳只能裝塑膠袋 對 然後妳看現在他們有加了 妳看我噎 妳有放進去的麵 真的 飯團不會被壓壞 對 好棒喔 對 漢堡一個可頌它也有加了 對 好方便喔 對啊 真的好酷喔 然後還有一個 比如說我想要 我覺得嘴邊如果想要緊實的時候 我就把它咬著 然後 它會... 它會... 它好荒謬喔 它真的有震動耶 因為我含過 不好意思叫妳含 它真的這樣 但我必須說我最近這一次來日本 我真的都是被樹林洗腦耶 怎麼說 樹林買什麼 我就買什麼 它跟我講說要去逛那間 小物店對不對 我也跟它一樣 我買了這個弄底絲的 然後還有一隻東西 我覺得超實用 它就是... 這是什麼 假如我們像我們今天這個 對 我不可能把它放在保鮮盒裡面 我希望保存它的完整性 我就這樣假量的 然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保鮮波 把它包起來 保鮮波還不會增到食物喔 是不是很棒 就是你好不容易排好的東西 對 你不想破壞它 但是你又必須要把它冰到地上裡面 又擔心它會跟冰箱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這樣架起來 然後再用保鮮膜蓋起來 就可以整個拿去放冰箱囉 對... 而且在有些時候 那個蛋糕盒太大了 你放不進去 我放在盤子的時候 然後一包起來 蛋糕隔壁就扁掉了 鴨豆海鮮奶油 對 對 這好方便喔 真的很實用 真的 除了這個之外 我真的也是因為樹林媽咪 然後叫我去逛一個 國外的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我就買了一堆化妝包 這個化妝包才日幣四百不到喔 而且還有這個好可愛的東西喔 裡面都是一兩百日幣 就買得到了 然後我還買了相框 你看看 天啊 好可愛喔 對啊 妳是文具控喔 我就是不知道在買什麼控物 全都便宜都想買 好可愛喔 當然就可以耶 真的 這個是夾在床頭給妳的兒子 對 或者是妳用一條線 把它拉起來對不對 然後上面可以夾照片 夾一些MEMO 好可愛喔 對啊 很值得耶 我發現樹林媽咪 真的是深藏不露耶 她好會買東西喔 對 我都是被她說服 這樣一整袋才5000日幣喔 你看喔 應該有10 至少... 至少是不一樣的 很多 謝謝喔 為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化妝包在上面耶 我們上次我去機場而已 好 亂買 對啊 是覺得亂買的就 這是完全亂買 對啊 亂買 就是感覺很久沒有去日本了 看到什麼東西都想買 你先回一點蝦 想買就好啊 對啊 何必 那種39元店就可以了 剛剛那個化妝包 你說台幣也一百多塊 你也是也可以買得到 而且剛才做的贈品就比較好 對 對 日本那個便利商店 他們像很精緻的 對 這製品的化妝包 還會跟精品聯名 對 還買不到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坐飛機 去那裡 然後買那些東西回來 我覺得經過飛機之後 智商會平均 腦波變弱 對 腦波 不能有變 我覺得出國不能跟 超有主見的人出去 那個人超有主見 你沒有主見 你就跟著他 因為他 他可能是要買他的小孩的 或是買給他小孩的 要送同學的 這些小小的東西 然後那你買這些東西幹嘛 沒有 因為我們每次出去看別人 然後想說他拿 那我是不是應該也拿一個 對 我也沒有要買 我就是跟著拿而已 會 而且看他一直在掃貨的時候 對 我是不是應該拿一個 是不是 對 也買個幾 大家都這麼冷靜 很厲害 那就來看看你們買了什麼 威如妳要帶我們去哪裡 好 我帶大家去的也是日本 他怎麼買 我們來看看 他有多聰明 跟我們有多冷靜 請看 是的 我也要帶大家來到日本 但是我剛剛看完 Kevin老師的時候 其實有點緊張 可是看完韋吳之後 我就覺得我放心多 所以我現在覺得 我去日本買東西 就是買的屬於比較金 所以我現在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放棄那些 你知道有的沒有的 就你知道眼睛就趕快飄過去 不要看這些東西 所以意思是說 你現在購物眼光很精準 對 就會比較精準 就是長大一點 就是要看到對的東西 像我這一次去到日本 我覺得去到日本一定要去 他們一個國民品牌 就是MUSI 每次去到那邊的時候 就是上他們 他們就會有這種少女服飾 然後都是比較平價的這一種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限量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 就是像這一款 因為像之前就是 Mickey Mouse 90歲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限量的 然後只有在一個期限內 才可以買得到的 比較特別是什麼 原因是 我只有買一件的原因是因為 它這邊前面限定的東西 就是他們只能在網路上購買 對 反而是你在現場 你只能看 但是你買不到 所以那時候 我挑了很多的時候 想說我要買那個帽子 想要買那個T恤 想要買這個包包的時候 就發現都買不了 因為他就說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展示的什麼的 所以只能買後面這一排的 只有這一排可以買而已 所以後來我就只有買了一件 趕快上網去買 趕快手機下單 對 其實應該手機下單會比較快 但是因為我想說我隔天就走 我想說就是沒差了 所以我就只買了一件 然後這種 對 這種就是屬於比較休閒的 對 國民品牌這樣子 對 而且只有在日本買得到 對 然後價位也是平價的那一種 然後價位比較不平價的就是 像是這個 我會買這個牌子 其實它不是日本的品牌 但是為什麼我到那邊逛到的時候 我會想買 像這個牌子 其實大家應該其實現在 在台灣都不陌生 因為它是美國的一個牌子 然後它著名的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復古的一個女生的頭 但是這個東西會比較特別 原因是因為它是跟一個 美國的藝術家 聯名家 對 藝術家 然後聯名的 然後它聯名的這個藝術家 其實已經過世了 我當初會買這件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它就是不只是一件裙子 而是它還是一個藝術品的感覺 而且這件其實也不便宜 對 就是 多少 2萬 差不多 他們這樣也差不多 還有這個裙子之外 就是還有這個手拿包 這個滿可愛的 對 這個 這個手拿包 而且它還有上面它的這個 藝術品的那個圖案 對 然後它裡面打開 也有一個尖杯的袋子 很可愛 就是這樣子 對 有尖杯袋 然後可以側杯這樣子 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 去到日本的時候 一定會買這種 小襪子 小襪子 就是還是你知道到那邊 還是會有點失心風 然後因為我覺得現在 已經春夏快到了 所以我就覺得襪子是需要必購的 因為像他們的襪子 就是非常的好穿 然後圖案又非常的可愛 然後像這個上面就是有珠珠 對 然後網襪 它可以搭配一些高跟鞋來穿搭 然後還有像這種蕾絲的 就是像這種可以綁帶的蕾絲 就像小玲姐妳這樣穿這樣 對 這樣可以綁帶 對 小玲姐穿這樣其實也滿適合穿的 小玲姐妳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它有點像芭蕾舞 對 都是感覺 然後像鞋帶一樣這樣綁嗎 對 就是像鞋帶這樣子 可以這樣綁 像芭蕾舞鞋帶 真的很好看 然後就會有個蝴蝶結在看 對 很好看 但是它穿起來是不是很好看 而且就是一雙鞋子 就可以兩穿的感覺 因為它可以當靴子的感覺 感覺很像一個蝦子 對 像靴子 有沒有 很美 然後再來還有像這種是珠珠 因為我買了有三款 有三款剛好是前面排名前三名的 對 像這個珠珠都是前三名的 還有那個蕾絲 還有一個 很像是這一個吧 這個珠珠 對 不同顏色的 好可愛 再來就是 不然這個牌子都已經覺得 好像比較老化的感覺 這是我以前打高爾夫球 以前 對 對 以前 但它現在又開始年輕 好可愛 然後又開始跟一些設計師聯名 然後像這一款也是 跟這款有點像 就是它也是那種拼布的設計 然後像這一件也是 它的設計就是 有點在荷葉邊的上面 然後它的領子這邊 也是有它的那個聯名的Mark 還有就是中間有拼布 所以它的設計解釋就是 妹妹 那那個Mark要不拆嗎 這個不用 它就是那裡 大家要想好現在 到底要不要拆 很多都不能拆 對不對 就 我十幾年前 我所有的東西Mark都不拆 他們都在笑我 你看 現在大家都不拆 真的 我不拆的原因是因為 妳想賣 不是 我從來不賣的 我這樣穿出去的人 就知道這是新買的 新買的 還有就是 像剛剛新美姐講到 那個標籤不要拆 我們怎麼樣去判斷說 這個要不要拆 我平常現在很多潮牌都這樣 對 最夯的就是那個歐開頭 那個牌子 它都是一個橘色的吊牌 對 那千萬不能拆 那個不可以剪掉 不可以剪掉 對 那千萬不能拆 然後鞋子要吊在外面這樣 對不對 剪掉就好幾年前 我在日本那個 很癢 很想剪 反正有一棟也是賣怪怪的 我第一次買那個歐牌的那個 我拿剪刀把那個剪掉 剪到派子 對 我現在硬度要剪 很硬 很硬 它拉慢慢滑出去 對 我唯一有把它的吊牌拆的就是 因為我都不拆 可是有一次我買了皮帶 買了它的腰帶 然後它的吊牌也在上面 我正在穿 我發現沒有 沒有拆掉我穿不過去 對 還有一個它的吊牌 卡在這裡很 很癢 很癢 對 不舒服 所以肚子 懂了 還有陽肌的帽子 那個貼紙也是不能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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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就是我去日本採購的 就是沒有買很多 但是就是買的比較精的一些產品 對 可以 可以嗎 沒有蝦買 我覺得OK 我覺得很棒 可是問題是它後面那些 比較貴一點 前面那些覺得 可是我都覺得沒有蝦買 它真的長大 沒有蝦買 有用 有用 而且很百搭 接著下來 我們也是一起長大的 我就看它有多長大 有多麼成熟 買的東西完全聽說都不一樣了 很實用 來 曠明前 這就是我好不容易 帶回來的兩頂 好好看 而且有鑽 還有鑽 鑽好喜歡鑽 可是台灣鑽是小的 沒有那麼大 就藍色的 然後上面的鑽是粉紅色的 然後這個上面是 完全的鑽 好美 重點 貼紙 重點是 妳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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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綁了 可是我只記得 我那一天把它撕了 因為它貼在這裡 你看還有很硬 他們都是貼在那裡 他們都是貼在那裡 都是貼那裡 太陽照到地上 反上來很不舒服 你就會覺得很 我覺得為什麼會 有吃到眼睛嗎 然後就覺得很怪 不是 我就覺得好怪 我就把它撕了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進去 超好看的 超好看 超好看 這種衝突的美感 妳就不能抬頭了 從現在開始就要這樣 所以我跟你講 妳穿這種衣服 戴這個帽子 超好看 超好看 就是要這樣打 真的 就覺得妳很懂時尚 真的 很正 而且我覺得小玲姐真的很聰明 因為去韓國 一定要去買洋雞的帽子 因為你知道嗎 韓國他們有一個品牌 就是KLB嗎 MLB 對 他們是跟楊基 授權的合作 所以他們做的是韓版的 所以這個版 難怪 這個牌子的這個帽子 妳在美國是買不到的 對 只有在韓國買得到 而且我覺得韓國的棒球帽 比較好看 對 因為他是拿了美國 大聯盟的授權 可是他用韓國人的想法 去做出比較適合我們的手 而且更年輕 然後他的款式又更多 你們現在是在安慰他是不是 對 可以再回去買 那一次因為去韓國是講的是 因為韓國比較近 時間比較不用花那麼多 只是去到那個地方 有的時候 你會失心風的原因 是因為韓國比較冷 你買的東西會偏厚 我就看妳那個 我這一次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去的時候 零下大概七 八度以上 妳怕冷 我很怕冷 其實這些東西我在台灣 這是妳平常 我在台灣都可以穿得到 因為我裡面穿這樣 可是外面會冷 它冷的時候 它就可以披上去 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件的好處是 它就是披著 而且你知道嗎 就是你想當巨星披著的時候 有時候披一披它會掉 你知道嗎 會覺得 那怎麼辦 真的嗎 因為它送吧 分量夠吧 不是 它的剛好卡住 卡尖了 它剛好住到肩膀這邊 對 它剛好卡在那邊 它不會掉 而且最重要它滿輕的 然後這還有它有口袋 最喜歡它有口袋 小玲姐這件貴嗎 因為我是披價去買的 所以這件好像2000多塊 好便宜 在東大門 就是我跟一個朋友去 他披貨的 對 他披 對 我都半夜跟他去 然後他是披貨的 現在因為他們那邊生意不好 所以他們有時候 一件也可以披 我去的時候 它剛好新來的 再介紹一件 就是比較春秋可以穿的 春秋 春跟秋會在一起嗎 春秋不是嗎 就是換季 換季的時候 因為這個有時候冬天 才會很冷 就這件比較像 它的領片滿特別 滿設計 兩件半 加兩件半 對 這很韓系 對 它是有兩個 就很韓系的東西 韓國的外套真的很厲害 最後好 來 我來介紹 因為我這些東西 全部在一個箱子就可以了 怎麼可能 還有包括前面的面膜 我跟你講 前面面膜是被 就是少看了一個零 你知道嗎 我以為那個面膜很便宜 然後那個面膜是 他是講說 反正就80片送80片還是多少 反正就黃金面膜 買80片送80片 再送一卡皮箱 我是被買 就是買到他送皮箱 而且這個箱子是還不錯的箱子 還滿好推的 看得出來 然後我就少看了一個零 然後結果他回來算 他一片黃金面膜 應該是400塊 然後呢 買幣 買80片送 就是我回來就是 70幾萬韓幣 所以是2萬 好好笑 因為35 對 對 所以是2萬多塊 所以那是2000塊 這才一片算下來 大概也要200塊 好啦 妳開心就好了 對 妳開心就好 難怪還要送妳一瓶箱 對 我也常都算錯 然後 再來就是 去韓國一定都會買這些 就比較厚的 然後還有韓國的什麼很棒 棉被 神經 去韓國買棉被 對 因為韓國的棉被 又喜歡輕的棉被的人 不是厚的棉被的人 去韓國買棉被真的很好 所以很方便 所以我就 這是棉被 對 我就買了一床棉被回來 這感覺很像粉紅色大鯉 是不是 30塊大鯉 棉被 很難下手 這個棉被 因為它這個棉被 開始了 開始了 它變瘋了 因為它很輕 小心不要剪到棉被 如果還要戴膠帶 我以為妳會說不要剪到手 所以要剪到棉被 這個我們出國的時候 都會戴垃圾袋 因為戴垃圾袋 有時候是要裝髒的衣服 換洗的衣服 你也可以就是戴 這個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垃圾袋就好了 好厲害 可是剛剛弄起來 這個顏色的外套也滿好看 你戴這個灰 你戴那個一來 對啊 這算滿倒的 好條 這個好條 輕不輕 真的嗎 很輕 因為它很輕 是輕的 魚絲嗎 魚絲嗎 你蓋過了嗎 蓋過了 這標籤不要猜 這標籤 這標籤 這標籤沒有猜 好 我猜錯標籤了 這個要猜 反而是蓋過了 這個沒有猜 你現在教我們怎麼包 這些羽絨衣免費 老師幫我摺 老師來幫我的忙好不好 要摺方形嗎 摺的方法要 要怎麼摺 就是我們弄 弄三層這樣 三層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要緊一點 捲一點 不用 就只要它 對 這樣就好 然後就隨便 隨便一個塑膠袋 我們這個袋子算大袋 那要直入還是橫入 如果你可以 直入的話是最好的 直入 就這樣好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固定的形狀 沒有固定 這樣可以 那很像包垃圾 對 這還是很空 對 你先把它抓住一下 好 原來那個吸 你早講的 我跟你講 我想說 我要自己 我沒有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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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吸塵器很好戒 你知道嗎 你看 有耶 蠻聰明的耶 好厲害喔 然後呢 然後妳就拉它 一直壓它 一直壓它 然後之後我把它拿掉 就轉圈就好了 妳就... 真的...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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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 關掉的時間妳就趕快轉 之後就趕快轉 這是個藝術品 然後 好厲害喔 然後一定要有個香蕉帶 對... 因為香蕉帶其實也蠻好戒的 然後就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 妳加這些為什麼都要去跟她戒 不是 我說妳出國的話 飯店都有 因為妳在飯店的話 OK 把它黏好 酷耶 因為我們在現場 因為現場妳沒有把它弄得很好 所以它會一坨 然後弄得好一點 它就會像我們 剛剛一樣平的 但這個一定要封緊 因為沒有封緊 封關進去會慢慢膨脹 對 所以這樣就又輕 很紮實 真的 妳快打石頭 對啊 所以如果妳有很膨的東西的時候 有些像那個羽絨 然後或是就是說 真的要黏緊 要黏緊 不飛機它會慢慢膨... 對 可是因為它不會爆炸 妳只要能夠塞住這個裡面 它慢慢慢慢膨脹起來 它不會怎樣 對 妳看 這個結構 拿出來很好看 剛剛不拿出來 我以為它是個褲子 對 褲子 非常的美 這件超安全的 對 而且這個也中性 其實男生 女生 只要塞得進去都OK 來 日本專家又群老師 我覺得大家買的是不錯 但是我這個人購物比較有深度 就是我 沒有 我很小 我的棉被有厚度 有厚度 我們平常做造型 做久了會覺得說 還是重視背後的一些故事或精神 比方說我日本的話 像我自己很喜歡去京都 我就買了這個鞋子 你看 它長得像木雞對不對 它真的就是我去看的時候 它是京都藝術大學的學生 成立的品牌 然後他們在這個 這個叫做木雞上的鼻子 他們這個鼻子是真的找做木雞的 手工的師傅去做手工縫製的 然後又有年輕人的那種帆布鞋 我就覺得很可愛 或者是說去韓國的話 因為我真的大家建議 就是如果你要買運動風的東西 韓國可能會比日本還要強 因為韓國人非常喜歡混搭運動風 所以你在那邊可以買到很多 比較特殊顏色的 同一個流行的鞋款 可是台灣可能比較斷貨了 但是韓國還是會有一些限定牌子 但是像這個 目前台灣有 但是像這個品牌 它是跟那個 它原本是德國的品牌 那個豹對不對 可是它也是跟韓國的 潮流品牌聯名 所以你看它背後這個設計感 它是一個好像方塊的造型 像這個品牌 它今年就是非常的夯 另外像那個 剛剛凱文老師有介紹 它銀座的Dover Street Market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那裡主導的設計師 就穿九寶林 穿九寶林 它也會跟這些潮牌聯名 所以你看這個這麼高 我的鞋 這是你的名字 對 這個就是聯名款 另外我個人除了鞋子以外 我很喜歡衣服 衣服 對 亞洲的話 這邊有很多是 你也很愛買 對 日本跟這個 像韓國的話 韓國 這個品牌一定要 就是剛剛小林杰那個牌子 你看它不是只有跟陽雞隊 它有跟很多大聯盟的不同球隊 像這個是小熊隊 小熊隊的聯名 或者是像 如果你到日本 老師你為什麼買那個 消防隊的 消防隊 對 消防隊 消防隊 這個是剛剛講 銀座的穿九寶林大師設計的 但台灣現在也是買得到 只是 好好看 這個結構 拿錯很好看 我以為它是個褲子 因為它是蜂衣 對 蜂衣 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這一件超安全的 對 而且這個也中性 其實男生 女生 只要塞得進去都OK 都可以穿 真的很好看 真的好厲害 走路不怕被撞 因為它是蜂衣 因為我們剛剛看 有一次褲子 對 所以現在有很多這種 把消防隊的元素 或者運動品牌的元素 這個聯合在一起 另外就是 如果到日本 我還是建議可以去選貨店 日本有四個大的選貨店 就是 BIMS United Aeros Ships 跟 General Standard 這幾個品牌 就會買到 比較屬於日本人的概念 比方說日本人 不管男裝或女裝 都會有一個特色 就是看起來比較休閒 然後不那麼重視和聲 或者是生態比例 它重視的是風格跟混搭 所以在日本買 我建議反而要買這種 但是如果是在韓國買的話 就要買像小琳姐那種 和聲 然後穿起來大氣 所以兩個地方的風格 是完全不一樣 我先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如果去歐洲會找的 放這個可以嗎 會找的一些店 比方說第一個如果去倫敦 其實我就去了金牌特務 它真的在電影裡拍的西裝店 倫敦如果你對西服有興趣 有一個地方一定要去 叫做Sauber Street 就是薩佛街 這個薩佛街 它是完全手工西裝定製的天堂 我進去這一間 你看這個更衣室 就是真實它在拍攝的時候 對 有機關的更衣室 因為我是那個Fan 所以我連西裝還有眼鏡 我都是用跟劇裡面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去倫敦喜歡西服 其實那個地方可以挖到很多寶 另外就是如果你去巴黎 巴黎其實本來有兩間選貨店 是非常有名 一間是Colette 可是Colette在2017年的時候收掉了 現在如果要去的話就是這一間 這間叫Mercy Mercy就是感謝的意思 Mercy Mercy的話它這個 他們都會把一些所得捐出去 伊索比亞的難民之類的 它所有的選貨都是來自全世界各地 所以包括日本的BMZ 或者是Nike都有 都有 但是法國當地的品牌也有 它的特色就是旁邊有一個書店 然後前面有一個紅色的迷你的小轎車 下面這張圖 對 很可愛 所以如果去巴黎這個選貨店 其實有時候比精品店更好玩 另外更有趣的 又是帽子 對 比較少觀光客會去的 就是這個在賽納河的另外 叫什麼 左岸 左岸St. German的地方 有一個帽子專賣店 這很好玩 所有的帽子都可以手工DIY 你就是設計師 你可以選織袋 你可以選這個素材 顏色 款式 對 然後他們就像 他們店員就像手工達的師傅 你就像設計師 然後呢 現場弄 現場弄 這個就是我做的 這就是我做的 好好看 你做了什麼 我喜歡這個顏色 這是我設計的 就是那間店設計的 這顏色好看 帽子的帽型 它在裡面就會給你非常多的Sample 然後他也會跟你講 這些帽子的故事 跟他的Background 你在選的時候 然後就選身體的顏色 對 你可以選 第一個 你可以選 你要麥感的編織材質 還是毛毯的材質 然後再來你就可以選擇 它上面的顏色 織袋也可以另外選 它的寬度 它的顏色 然後它的拼接 都可以選 看了這個顏色就是 青天白綠 對 沒錯 法國國旗 因為那時候我是想說 一般的顏色當然比較實用 可是我都有 既然在那邊買 我就是以一個印象 特色的感覺 因為它這個藍很漂亮 對 然後另外這個的話 就是有一點像薰衣草的概念 這就是我做一個女生的 給我老婆的 就是這個 老師 它這一點要多久 其實很快 它一頂如果你跟它order 然後設計完 你就可以去逛街 大概四個小時後就可以拿到 這麼快 非常快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去 而且不貴 這一頂大概三千多 好便宜 所以我建議大家 而且是巴黎 你在巴黎不會撞帽 對 你再怎麼樣大牌的帽子 你還是會撞帽 而且你覺得送得很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這個比你去什麼香蟹大道 還值得 另外就是這個 像 我也是有時候會很ㄎㄧㄤ 比方說去倫敦 去倫敦的話 我就覺得 好像應該跟福爾摩斯一樣 就是來一個這種感覺 會陷入那個 真的不會像福爾摩斯 這真的很像開飛機 會陷入那個情境 比方說這個在倫敦的 好多帽子 倫敦有非常多很好的 巴黎也有二手服裝店 我非常建議大家如果要去購物 可是很貴一點 你就可以買二手服裝店 這個都是在二手服裝店買的帽子 然後它都是新的 沒有用過 旁邊有羽毛 然後也都是名牌的 像這個 之前好像節目上有介紹過 比方說這兩個就是在米蘭的 二手古董店買的 那像這一件 這件好好看 艾瑪士 然後它可以兩面穿 另外一面是素的 所以人家看不出來 問題是因為它已經 大概有20年的歷史 所以它 完全沒有用過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是 它們完全手工編結 好美 完全手工 所以這是就是說 我一定穿不下 然後我就硬要買 然後像這個品牌 大家一定知道 這個D牌 它過去是走比較 就是 很可愛 對 它今年跟Caos聯名 就是有這個蜜蜂 跟那個叉叉的 眼睛的符號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 但是我建議大家 就是你們在選的時候 基本上你們如果要買到最便宜的 一定就是那個國家的品牌 在那個地方買 這個邏輯一定要記得 比方說 法國品牌 就在巴黎買 義大利品牌 就在米蘭或羅馬買 這樣子會最便宜 對 另外就是如果說要退稅的話 有些 因為歐洲大部分都要機場退稅 可是有一些少部分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在百貨公司退稅 那就可以再減掉 比方說以法國來講 你如果在機場退稅 它還要再扣你10%的手續費 手續費 對 可是你在百貨公司買 就不用 對 比方說 我自己買這個 這個品牌 G牌的這個包包 在台灣賣好像要6萬多 然後我記得我買在4萬多塊錢 所以其實就是還滿划得來 好 接著下來我們要看到的 它的衣櫃 我跟你講一看就知道是它了 對 雞花 太明顯了 這種衣服怎麼穿 去哪裡買 奇怪 怎麼它都找得到 請看 真的 我覺得在Outlet買東西 他們其實你可以先上網 然後下載它的折價券 可是如果你沒有時間上網的話 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到會上的時候 你已經要結帳了 他就說 我覺得這已經有點貴 我可能買不下去 他說不然我再幫你打個八折好了 就是已經整了 你說結帳的時候 再跟他殺價 再跟他殺價 好 我這一次要大家去的是美國 因為我這一趟就是 我每一年都要跟我老公回去 就是美國 就是有一些家人相聚的時間 然後每一次要 這一次去比較特別的原因 是因為 剛好我老公想去看那個 NBA的那個 All Star明星賽 然後所以我們就到了明星賽的現場 那我老公就很開心 對 然後他就一直在看他們腳上的球鞋 就男生對球鞋就很痴迷 對 然後於是乎我老公就去找了這雙鞋 因為這雙鞋是他們這一次的MVP 叫做 然後他就在場上穿了這雙粉紅色的鞋 好好看 我老公就一直看 一直看 這個很厲害 台灣現在搶不到 一直看 對 然後於是乎他就去找 然後他買到它的時候 他就說 這個顏色不是你很喜歡 你要不要看一下有沒有女神的 然後他就拿了一雙 他說小姐就是最後一雙 因為最後一雙 又我的尺寸 就算我不穿球鞋 也是要買回家 對 然後我就買了它 然後 然後它真的很好穿 重點是因為我不愛穿球鞋 可是這雙就是很像襪子鞋 它就是很合腳 然後它上面還有做一個這個 像小珍珠一樣 然後重點是它的這個裡面 它還有就是那個什麼 所以KD有穿珍珠 對 那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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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男生的鞋子上面也有一顆 是喔 對 它就是男女的款 是一模一樣 只是大小的差別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就買了情侶鞋 他很少會跟我想穿情侶鞋 但是因為他就覺得說 男生 穿出去男生都會看 KD這樣子 對 就是全場 然後他就穿這一雙 然後他這個好像還有 跟什麼乳癌防治什麼的 應該是 對 還有合作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這一雙 然後我每次去美國很奇怪 因為在美國都穿得很休閒 因為我也是怕冷的人 對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外套 但它是兩穿 它就是兩面都可以穿 因為我平時真的很少買這種 但它就是兩面的 然後它 而且它就是也是最後一件 它就是也是小的尺碼的最後一件 可能看到你的臉就會想講 真的 對 很奇怪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件 但是它價格也都算還滿划算的 然後所以我很愛買就是粉紅色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就在他們家 看到這一件 真的 這個好看 就他們家 因為他們家男生有出金色 銀色 我也覺得全金色的 這台灣也不容易 對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件 而且最好笑的是 好可怕 最好笑的是這一件 超級暖到會哭 這個品牌也是最近翻紅 對 然後這一件很好笑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它是M號 但我穿是很大 因為我剛拿到的時候 我把它改小 你改過 我把它改過 因為它 因為它原本是很大一件 它一定要三層才能改 如果是薄的羽絨不能改 它一定要三層 然後我就把它改小 然後改完就可以穿了 改肩膀吧 對 就把這邊整個拉 然後把這邊改窄 你要去找那麼厲害的改的 阿姨真的就很強 你在台灣改的 對 台灣改的 然後它就幫我改成我可以穿的 因為本來是很大件 所以可能老師的尺寸 對 然後我穿起來就很好笑 然後但我就把它改小 這樣改完好看 對 所以我就買了 那你剩下材料有把它用來 對 剩下的 可以變秀套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它有沒有比較沒那麼亮的 顏色的外套 對 然後就他們家其實滿 都是這麼亮的 都那麼亮 沒有 他們家 因為它連帽子上都有他們家的 最早這個品牌其實就是 就是幫MBA的球衣做的品牌 對 然後我每次回美國 就會很喜歡買一些這種 度假的 就很度假的帽子 然後我就看到它有銀色 然後還有配一些金色的 它就是很這種 就是它可以帶回去 那妳都是帶回來 帶在頭上帶回來 沒有 都放行李箱 這個可以 因為它不是賣乾 對 它不怕 它不是賣乾 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底下都先塞衣服 放進去之後 你裡面可以放一些耳環 或是一些 對 我都會這樣來放 反著正的其實都可以 對 但我喜歡這樣放的原因是 因為這裡面可以再放東西 因為心理箱有一個厚度 對 所以我剛好這樣放進去之後 裡面可以放一些要保護的東西 因為這種素材 它不是真的植物的麥感去做的 它是人造的 但是它是用編織的方法 所以看起來有那個味道 但是它就可以捲 所以它的形就是可以熬 它邊邊亮亮的 對 因為它邊邊是 故意是它做金色 所以我就想說這種就是 有妳的原始 對 然後還有一個最好笑的是 就買了一雙這個 這雙襪子太厲害了 這是拖鞋 拖鞋 拖鞋內拖鞋 然後我後來又把這雙帶回家 結果我的狗以為是牠的玩具 對 牠每天咬著牠跑 我真要講 毛都不見了 牠們以為是給牠玩的這樣 所以我常常就是 只要在家穿這種拖鞋 就會被咬不見 對 然後我就常常找不到 就多買幾雙 對 接著下來也是要帶我們去美國 對不對 對 好 帶我們去美國哪裡 去也是美國 美國 海外阿蜜跟LA 好的 這次因為去美國一定要去逛OLED 然後從我們那邊 開到那個OLED那邊 要開兩個小時 它10點開 所以我們就8點就開始 開始準備開車 然後開到那邊就是10點 一開門 然後開到 然後一直逛 逛到它關門 一整天都在那裡 所以我就一直在瘋狂的掃貨 但是我買的就不是像 大家前輩買的這麼有 前輩是誰 前輩是誰 前輩 前輩買的 前輩是誰 前輩是誰 前輩 我就是完全是挑便宜的買 不要那麼在意好不好 反正就是 我就是殺初輕架 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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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那個 它最有名的 它的大衣 就是Maxmera的 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土黃色大衣 然後因為我就是 買不下他們家的衣服 然後這一個 它就打一折 所以我就買了 而且這種紅色西裝 其實滿好搭的 其實滿少的 其實很難搭 很難搭 很難搭 我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是 你可以 對 我覺得這很好搭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 像牛仔外套 我今天一整套的 全部都是從美國帶回來的 這兩件也是同一個牌子 可是它是法國牌子 對 它是法國牌子 他們家我就買了超多 然後他們 我覺得在Outlet買東西 他們其實你可以先上網 然後下載它的折價券 然後你可以 它本來就已經便宜了 然後你再用它的折價券 又可以再打折 可是如果你沒有時間上網的話 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到櫃上的時候 你已經要結帳了 他就說 我覺得這件有點貴 我可能買不下去 然後他看你 可能看你還滿可愛的 或是怎麼樣 他就說 那不然我再幫你打個八折好了 所以它是那種On the table 你可以 就是已經整日 你說結帳的時候 再跟他殺價 再跟他殺 他其實都可以跟你 就是他可以再給你一點優惠 而且他們現在你知道 競爭有多激烈 他們現在還去就是 還會問你說 你們有沒有在玩WeChat 他就要跟你下載WeChat 加WeChat 他說他們每週都會進新貨 可是我就說 我不是住這裡的 他說沒關係 你就喜歡的話 我們就可以幫你訂 或是你可以請朋友來拿 或是什麼的 然後就是他每週 就會寄那種PDF檔給你 像我這雙鞋子也是 這兩雙是同一個牌子 跟薇如的那個槽牌 3.1的那個槽牌是同一個 然後也都是打三折 就很便宜 然後這種 是不是你會喜歡 可以買 私家會不會喜歡 如果跟再高一點 沒有 因為我比較海南 很好看的時候 然後像他們家這種 這個 天啊 這是美濟的一定要買 這是睡衣是不是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運動穿 他們可以外穿 他們很喜歡這樣子 像歐美好流行這樣子 穿這樣出去 好喜歡這種人 這很好看 然後就很性感 對不對 而且像歐美很喜歡 這個長度的褲子 對 現在有點運動的馬褲的感覺 現在今年很流行 這種不小心會變阿尚的 對 但是這個也只有在那邊穿合理 你走在LA街合合理 在LA穿很合理 走在內湖乖乖乖乖 在那邊也要買小朋友的 而且他們是買的 像我這次就買了一些 小朋友的 然後這小朋友本來原價挺好的 好可愛 好可愛 原價大概四 五千塊 然後我大概買一千左右 或是以下就買得到了 這是小朋友的 都很可愛 而且材質都是非常好的 好可愛 對 然後還有小朋友的泳裝 小朋友的泳裝都好可愛 然後游泳的時候穿 然後因為小朋友一些 這種比較便宜的 那種比較平價的 你小朋友就不用買那麼貴的 對 就是那種幾百 幾百塊的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在美國 就是一定要買 就是我這次主工的都是 服裝類的 就是在LA一定要買的衣服 那妳有算過這樣 一個汗嘎帶花了多少錢 就光一個LA 其實沒有 因為就是 是美金計價 然後就沒有換算 所以我們還知道 很老公的卡 不想面對 對 因為我昨天才剛回來 所以我還不知道 到底付了多少錢 卡費還沒有來 對 妳是在吃東西嗎 妳是哪個時候 有塞東西的 我們怎麼都沒有發現 我剛剛牙縫裡面 有東西跑出來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算勤儉的媽媽 因為她就吃下去 不可以出來 好可愛 今天大家介紹 帶我們去的城市 介紹的東西 你想要知道價錢嗎 你想要知道任何詳情嗎 趕快下載女人我知道APP 就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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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怖冷靈 出口 讓我靠近 你